進入到市場讓我成家有了家庭陪在父母身邊可以跟父母工作 然後有自己一個穩定的收入然後又可以自己闖出一番名堂 我覺得我挺自主的 為了證明自己為了能留在家鄉 十一年來每天天還沒亮 廖建志就會出現在市場裡準備開攤賣炸雞 我一直以來我從來沒有晚於四點半到達市場過的 從第一天到現在 我每天這也是我的堅持 我想從第一個客人做到最後一刻 就是工作態度要做就把它做好 繁瑣的事好多要熱油要備料還要擺桌布置 攤位是共用的每次都要從零開始 還好他和爸媽已經很有默契前後場分工 不然真的來不及 因為他堅持要在客人來之前把所有炸物準備好 看一下就知道了現在已經在補了 就大概兩分鐘就可以出來了 那很考驗技術的一次三爐同時開閘 不同食材需要的火候和時間都不一樣 得有條不問地觀察每個油鍋狀況 才不會炸得太乾太柴影響口感 來 雞腿出爐喔 雞腿 這樣一心多用的工作模式是以前訓練出來的 在賣炸雞之前 廖建志其實是科技廠派駐海外的行政總監 負責上萬人的人士和後勤管理前途看好 我熟悉大陸的所有法令 有關稅部分的問題 或是所有這些勞動法的問題的話 我都可以很輕鬆地駕馭 當時公司原本有個調回台灣的深遷機會 他努力爭取呼聲極高 但最後人選公布卻不是他 總裁的朋友空降 然後讓我覺得說 那我那種第八年 第九年 第十年 第十一年 那種努力很錯愕 都沒了 心虧一冷之下 他提出離職 說是意氣用事吧 但更多的是對父母的虧欠才做出的決定 廖建志從小和爸媽感情很好 但因為常年在海外工作 不得不跟家人分隔兩地 加上身為主管的職責 逢年過節他都留守工廠 是爸媽搭飛機長途跋涉解他的鄉愁 有一次爸爸媽媽來上海找我 那我在機場的關口接他們 那因為可能隔了半年沒見了嘛 那一天我還記得我跟媽媽講說 媽 我好想吃那個台灣美兒美的漢堡 我說你來是不是帶給我 然後當出關的時候我媽可能太急了 半倒了一下 就在出關口之後半倒了一下摔倒 她受傷了 她說沒事沒事沒事 可是我看了很難過 然後我就想說 我想有機會 我也想調回台灣陪他們 因為對親情的重視 她決定踏出舒適圈 離職後本以為憑自己的學經歷 重新找工作不難 但要找到符合自己期待的 並不容易 因為大部分職缺 看中的都是她的海外經驗 其實我當下我有去 我有應徵過警捧 那我也是經過出事比試 然後面試這樣子 然後可是最後呢 她還是要把我配到香港去 派出香港 那如果與其這樣子呢 我想說那又要出國 又要在國外 又要派出海外 那我就不用離開原本公司了 那時求職不順的廖建志 無意間看到炸雞店廣告 真油炸手 還標榜可輔導創業 給了她靈感 她心想 餐飲業入行門檻低 也不用太大成本 既然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 何無自己創造機會呢 我當天是穿著西裝去的 因為早上才到淡水公司去面試而已 所以我下午是穿著西裝去的 然後當進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剛好他們的那個 也蠻多的那種就是學徒的 然後就品頭論足 覺得說我應該是沒有辦法 甚至連老闆都覺得說不太可能 我這可能就是 可能今天講講明天不會出現的那種 大家之所以不看好 因為炸雞真的沒那麼簡單 要忍耐除了火爐前的高溫 還有各種身體上的不舒服 那上個爐子起來 熱氣那個油煙味這樣 讓我沒辦法 就是很正常的工作 就覺得一直反胃 一直吐 第一天吐得要死 第二天坐著洗澡 坐在地板洗澡 為什麼要坐在地板 因為手腳一直動 一直走來走去走去 從第一爐走到第三爐走 她要把炸好的東西弄到前面去 這樣一天下來 手真的都舉不起來 假如是站了一天了 沒有習慣用站的 站那麼久 看著兒子為了陪在自己身邊 放棄大好虔誠 還吃那麼多苦 做父母的怎麼忍心 爸爸甚至偷偷打電話到炸雞店 要幫他辭職 人家睡覺我們很痛 所以我叫老闆好像 乾脆不要給他輸藥了 他說你這個沒有用 做不了什麼 做不了 你做不下去的 可是我覺得說為什麼 都要這樣認為我呢 就像我之前講的 不是蹲不蹲的下去 是肯不肯做而已 我覺得我肯做 我可以做得下去 他就讓我試試看 對他來說 工作沒有高低的分別 既然選擇了 就想辦法把事情做好 這是一點一點的 都是 都是被我噴的 現在麻痹了 反而燙到有時候 連水泡都不會起了 所以他努力克服身體上的不適 從果粉調漿開始學 剛開始 以為只要照著SOP按下計時器 就能炸出外酥內嫩的好吃炸雞 下鍋了才知道學問好多 雞腿它這邊比較厚實 這邊比較淺 這邊比較少 所以當它八分熟的時候 這邊會翹起來 只看得到這裡 但是它現在已經傾斜到45度了 45度的時候 是最鮮嫩多汁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要起鍋了 我曾經照到說 雞腿整隻起來沒有皮 然後被老闆娘罵 他說你這個叫我怎麼賣 這怎麼會沒有皮 就是在 因為我們下去的時候 因為數量比較多 它會沾黏 那它開 它把它兩隻打開 會有個技巧在 如果你的技巧沒有好的話 就是一隻有 一隻多了一個皮 一隻沒皮 時間火候 肉塊大小數量都會影響炸雞的成敗 它花了兩個月 不斷嘗試累積經驗 才終於掌握到訣竅 興沖沖到市場租了攤位 以為一切都要步上坦途 怎麼曉得考驗還沒完 因為那時他只會炸 還不懂得醃料的重要 只用鹽巴味醋調味 也不會拿捏比例 炸出來的不是死鹹 就是沒味道 這裡有八角 丁香 茴香 然後桂皮 跟生虛 為什麼用到人生 體味 因為我當時覺得說 當客人沒有吃過你的東西的時候 那麼一看了是換外型 那麼外型好一點 當然是能夠吸引客人先來買第一次 對啊 可能買完第一次就不來了 生意不見起策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他想請媽媽做菜 有時候會用八角回香這些中藥材增加香氣 或許可以試試看 於是自己上網研究 還跑到中藥行請教藥材特性 找出最合適的配方後 廖建志再花了兩年調整筆地 才做出屬於自己特色的醃料 生意漸漸有了起色 看他這麼認真 爸媽也終於不再反對了 我感覺說 他既然演繹做那麼辛苦 我看看外面的人 有時候那個年輕人 那個都不懂事 看他 好啦他要做 我們都盡量幫他 你好 雞排喔 是 這塊比較大塊 你要白胡椒 好 好 脫下西裝後 從零開始 廖建志憑著努力和毅力 練就了一身誰也搶不走的炸雞好手藝 也成就屬於自己的事業 出來的那種被人家轟搶光的那種感覺 對 在後面看了很開心 當然啦 就是像以前啊 就是看會脫皮的啊什麼的 炸不好的 人家東挑西挑挑不到一隻 現在不會 現在看到就假了 看到就假了 那就覺得說 那跟以前不一樣 那種感覺就覺得被人家認可 更讓他驕傲的是 實現了當初陪伴在爸媽身邊的願望 就是工作在一起 然後一起吃早餐啊 然後 那種感覺很好啊 對啊 可是我們就是 以前哪有這種機會啊 對啊 現在才有 他就是在 本來在大陸很少嘛 回來激勵一年 一次兩次嘛 現在就天天在一起 他很高興啊 看那個電視看太多了 看那個 那個 孩子那麼 父母很辛苦的 都帶了 都變壞了 他會願意做 就很 很開心 他 他一跟我講 就是說 我養他 我們長大 他現在養我們 問瞭見句 會不會懷念過去做辦公室吹冷氣的日子 他笑著說不會 現在的生活 或許沒有過去光鮮亮麗 但內心的踏實滿足 再多錢也買不到 其實呢 就是讓人覺得說 我以後不會有遺憾 就是 看到很多啊 就是為了工作要忙啊 長年不在父母身邊啊 可是有 到了 到了真的有那麼一天的時候呢 發現呢 已經看不到了 你沒有機會了 你賺的再多 可是你 可能父母不是 不是要你的 他只是要你在身邊而已 幾年前他還在市場 認識的太太 婚後生的對寶貝兒女 人生更圓滿了 被親情圍繞的幸福 比什麼都快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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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